孙安佐出于现身狂做不雅动作态度超轻松。专家一看傻眼,有狗挑衅。 孙安佐近日在美国开与审庭,他穿著球衣出来时态度非常轻松,甚至满脸微笑让大家超级不解。 他一出来时说了一句话,一开始大家听成我只想妈妈,结果确定他的意思后,发现是他说我想看动漫,要上车时他为了给媒体拍摄,还刻意到退保持正身坐入车内,似乎对未来的审判毫不畏惧。 图片来源,苹果新闻 根据Easy Today新光云报道,他还面带微笑对大家说感谢支持我的朋友,之后的事情你们自己去弄。 有专家表示孙安佐这样的态度是典型的享乐主义者,在父母过度宠爱下容易变成这样,因为总认为天塌下来有父母撑住,心智年龄晚熟,也因为这样不懂得是非对错。 而他上车后更对媒体反手比出一二手势。 图片来源,Easy Today新光云 专家看完这动作后,傻眼的说在英语系国家,这动作等同于挑衅,渊源起自英法百年战争。 英国人只要打了胜仗,就会比出,反手V,示威,这动作演变至今成为单纯的挑衅。 许多欧美饶舌歌手,喜欢比出这样的手势,背后意义为蔑视,嘲笑和羞辱意味,是极为不雅的手势。 图片来源,TVBS新闻 目前孙安佐已同意放弃听证,他的律师也透露孙安佐相当抱歉自己行为给大家带来困扰,精神鉴定出来他的状况良好。 而李成宇甚至承诺会替孙安佐求情,但是法官成不承认或是接不接受,就很难说了。 许多网友看到孙安佐态度超淡然,都认为因为他认为反正有妈妈在,我一定不会有什么事,所以才会脱口你们自己去解决这种话。 图片来源,中时电子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